事情拉回二战之初 欧洲的战争爆发以后 纳粹德国在很短的时间里 几乎将欧洲格式化 集中 协同 机动 无论是国防军还是党卫军 展开进攻后几乎都处于一种 根本停不下来的状态 法国战役 德国各个装甲部队为了保持狂奔 根本不会去理会成批投降的联军 要知道 仅仅二十年前的一战 在倩豪战泥沼州挣扎了四年的士兵 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伤亡 战线从未威胁到巴黎 而二战之初 格军四周拿下波兰 十八天占领比利时 六周灭亡法国 将诸如丹麦 卢森堡 荷兰这种 没有丝毫战略纵深的国家 都是两三天甚至几个小时就没拿下 本次节目的重点 当然是要介绍这种开挂战术的来龙去脉 但是我们还要看到 纳粹并未借此取得最终的胜利 在给予东边苏维埃巨人 不知道多少次所谓的致命一击之后 居然还是被苏联红军 如潮水般吞没 在大多数的历史评论中 为了故事的精彩度 重点总是聚焦于一些将军伟人的精彩博弈 但本次思维实验 我们将深挖事件的宏观决定因素 洞悉事件该有的样子 一战中 德国作为战败国签订了凡尔赛条约 条约的原文不再展开 大家可以自行百度 总结下来基本就是 协约国吞掉德国所有海外殖民地 严格限制德国的陆军规模 海军空军基本不让发展 可让重要的工业区给法国 赔偿巨额战争赔款 这个巨额赔款是足以让每个德国家庭崩溃的额度 当然这样的条约是法国希望以此彻底消除德国的工业潜力 但是一个国家的工业潜力 不是一直条约就能限制住的 没有实力的压制 仅仅凭借许诺来控制敌人只能是一厢情愿 带来了只有进一步的民族仇恨 所以当时就有协约国的军官说 这样的条约目的就是为了让二战快点爆发 一战中大家履行盟约是因为各国的战略目标 并不是要彻底灭亡他国 打完以后大家还是要做生意的 自身信誉还是需要维护 但是二战德国的目标就是整个欧洲 清除这些和我签过条约的人 这时条约就真的是废纸了 毕竟德国的工业实力是不会让这种欺凌继续下去的 所以当魏马共和国政府被取代 政权的颠覆让先前的约定竞成废物 条约的撕毁如同拴住猛火的铁链被斩断 在激进的纳粹党疯狂宣传下 德国人民普遍认为 希特勒的纳粹党能带来生活的希望 所以得了全民支持 扩军备战反抗欺凌更是群众的呼声 而且在军工的刺激下 很多在经济危机中失业的德国人得以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元首的承诺初步兑现 更加强了人民的拥戴 但是这个仗怎么打 一战中实力占优的德国在倩豪战的折磨下流尽了鲜血 这一次德国还得丛林开始扩军 按照之前的打法 这只能又是一次没有胜算的熬战 这时新成长起来的将军们如古德里安 曼士坦英 龙梅尔等开始积极的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闪电战的蓝本开始酝酿 早在一战后期 德国就开始积极采用一种叫做突击群的战术 基本思路就是 让一小股装备精良的部队快速突击敌人阵地连接点的薄弱处 撕开小的缺口并向敌后袭扰 然后大部队再跟进过来 以这个小缺口为基础进一步撕扯敌人战线 这时突击群则突入敌人战线后方制造多方向威胁 可是这一战术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首先突击群仍然只是血肉之躯 机动靠双腿 防护靠胸膛 无法达到突防效果 就算只是敌人战线的薄弱处 只要敌人一挺机箱叫起来 所有人都得趴下 其次 当突击群接近敌人阵地时 大部队并未移动 炮兵火力掩护就无从弹起 而突击群的小股部队 需要面对敌人所有支援火力 当敌人对这一战术有所准备之后 后果可想而知 可是 这一战法在新的时代 却有了新的火力 其动力量的技术革新成为突破口 突击群可以换成装甲机群 而支援火力则可以交给 轻盈迅捷的对地攻击机 但这里需要说明一点 并不是只有德国人能够认识到 这种先进的战法 关于装甲兵集中使用了 著作最早出现在英国 所以这里就不得不考虑一些 一战战胜国里的官僚因素 毕竟在一战中取得胜利的将军们 拥有了巨大的权力 建立新的装甲兵部队 会减少自己部队的可调配资源 这是老顽固们不愿意看到的 坦克要给我们做步兵支援使用 集中使用坦克会让这些笨重的家伙 被足够点名消灭 所以二战初期 英法的坦克都是些傻大黑粗 火力和装甲强悍的速度保证 能让步兵跟上就行 且在先前成功阻挡住 德军的欠后战思想指引下 阵地战防御的究极体 马其诺防线占去了 法国军费的大半 所以这时 德国人可能要感谢 凡尔赛条约了 被抄了家的德国 老顽固们卷铺盖走人了 在旧有战术确定行不通的时候 新的军事思想推行起来 便容易得多 所以他们能充分认识到 装甲兵机动能力的重要性 虽然战争出去 英法联军的坦克数量 还多出德军很多 但是德国机动灵活的 一二三四号坦克 可以积极的必中就轻 分散在步兵队伍中 疲于奔命的英法重型坦克 永远不能及时出现在 该出现的地方 即使德军前方刚好撞上 这样一个可不动的铁王吧 张牙舞爪的空中支援 也能将其消灭 有了新的指导思想 具体的战术细节 就可以朝着正确的方向制定 首先集中先进的战斗机 和对地攻击机 先发制人 打击敌人 机场和所有空中力量 其次中远程战略轰炸机 深入敌国纵深 打烂敌人前线交通 和预备的部署 空降部队从天而降 在敌后以局部优势 占领桥梁等交通要道 拔掉要塞 接下来能够进行 精确打击的普通轰炸机 把先前选定好的战线 突破口炸了吸烂 刚挨弯炸 灰头土链 爬出掩体的士兵 看到的是密密麻麻 排山倒海的装甲机群 颤抖的大力 带来的是恐怖与绝望 冲击力是重中之重 在突破防线之后 装甲先方会继续 向敌人纵身迂回穿插 此时能跟上装甲部队的 机械化摩托化步兵 就会及时赶到 占领控制突破口 保障后续机动力量 以及部队需要的物资 源源不断地从此处经过 追赶前方装甲部队 等到数量庞大的步兵赶到之后 机械化步兵又会赶往 下一个突破口 而装甲部队在空军的协同下 保持速度与冲击力 持续前进 装甲机群 机械化步兵 以及庞大的步化兵团 就能组成一个进攻梯队 像一把力刃隔开敌人的部队 两支这样的力刃 就能形成前行攻势 把敌人大量的有声力量包围起来 机动部队从不回头进攻包围圈 他们的任务是继续形成新的包围圈 后续庞大的步化兵团 会慢慢消化这些没有后援 没有补给 失去指挥 失去全无的备为之敌 三九年九月 闪电战首秀波兰战役 很快丧失战斗力 阵亡六点六万 二十一万人受伤 六十九点四万人投降 而德军上亡总数三万 为了稳住东线专心对付英法 苏德瓜分了波兰领土 接下来四零年五月 法国战役 德国A集团军群在比利时 摆出进攻架势 由于对中部马其诺防线的自信 英法主力全部顶入战线北侧 这时德国B集团军群装甲主力 从阿登森林这一联军认为 是天欠的地方冲破防线 像一把镰刀从英法主力背后直冲英吉利海峡 善于跑路了英军才有了可歌可泣的 敦克尔克大撤退 关于阿登森林的突破 与德国新锐高层将军们的 亲自实地考察是分不开的 这种亲力亲为的做法 与英法联军坐镇后方形成鲜明的对比 但这也是德国渴望战争积极准备 与英法厌务战争消极抗拒的体现 突破是德军积极周密计划的成果 而突破后的进攻 就是德国将领主观能动性的极好体现 德国后方大本营曾一度保守不敢冒进 担心冲入敌国附地的进攻部队被拦腰切断 而装甲部队的指挥官们亲历战场 他们明白此时敌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根本没有组织反击的意识 在这样的形势下 各路将军不顾后方的命令 打大心细地继续前进 阻碍德军前进的因素 一度只剩下他们自己造成的交通拥堵 法国战役的结果 联军33万人从敦克尔克撤退 留回英国 号称陆军最强的法军被俘虏185万人 因为直到巴黎陷落 法军高层还是处于懵逼状态 没有组织起任何有效的反击 这种只按照计划形式的军队 一旦计划被打乱就懵了 一战中可以等待新的计划被制定 但是在闪电战的攻势下 还在制定作战计划的会议室 可能已经要被德军端了 值得一提 敦克尔克联军撤走是因为德国大本营 下达了陆军停止进攻的死命令 历史每读到此处 德国们都会对此痛心疾首 但是如果德军当时强行进攻 就真的会取得巨大的战果吗 其实战争中最容易被敌人吃掉的 就是战线的突出步 而德军装甲以击步冲出来的战线 已经不是突出步了 简直就是一个深境敌营的脆弱处须 高歌猛进必须是在敌人保持懵逼状态之时 此时这只处须要吃掉的是 带着全副武装身陷绝境的 将近50万英法联军 狗鸡跳墙兔子咬人的情况 在敦克尔克外围坚守的法军身上已经显现 20万法军在敦克尔克的防线上 进行了拼死抵抗 面对德国的装甲攻势毫不退缩 甚至还在巷战中向进攻的德军发动反冲锋 毕竟巷战中装甲部队的优势大减 灵活机动弹 火力防护不足的德国坦克并不适合攻坚 德军的进攻势头其实真的已经被阻挡 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果继续不顾一切的进攻可能会损失过半装甲部队 这就给法军总部留下了反应时间 国家全面战争动员启动之后必然攻受异化 但历史没有如果 偶然中包含着必然 德军暂时停止进攻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战线 英军溜走之后三天 法国高层丧失了斗志 被当宣布法国投降 半数以上的法军还未参加战斗就向德军缴械 西线战事暂时结束 1941年6月22日 苏德这两个社会主义兄弟终于撕破脸皮 官方说法是德军率先发动进攻 但也有说法是德军发现苏联已经摆开进攻阵型 所以才去抢下先机 但不管怎样 苏德战争人为历史上最宏大的陆上军事力量对抗 不出所料的爆发了 德军出动190个市 550万部队分成北方中央南方三个集团军群 北方集团军群目标列宁格勒 中央集团军群以装甲部队为先锋 进攻箭头直指莫斯科 南方集团军群目标是高加索的尤田 尤田之前就是斯大林格勒 斯大林为巩固统治 刚刚在国内进行了一场大清洗运动 军队将领被屠杀殆尽 新领导一窍不通 同时刚刚结束的苏芬战争 苏联惨胜 损失100万军队 再加上一战中俄国糟糕的表现 面对顽劣西游的超神德一志 当时全世界几乎没有人对苏联抱有希望 齐特勒曾放言 苏联就是一个看似宏伟却摇摇欲坠的威楼 只要轻心踹一脚 里面所有的结构都会垮塌 战争之初 德军三个方向毫不间断地展开前行攻势 苏军完全无力招架 明斯克战役围歼坚苏军34万 斯摩棱斯克战役吃掉苏军45万 基辅战役 中央集团军群和南方集团军群 配合歼灭苏军84万 其中包围俘虏66万5000人 空前绝后的围歼战 这些大战役期间 还有诸多其他规模较小的小战役 苏军损失均以十几万计 此时苏德战争仅爆发三个月 苏军不可恢复损失213万人 其中170万人被俘 60%的工业产能和过半的人口沦陷 而此时德国阵亡18万5000人 按照一个正常国家来说 仗打到这份上应该可以说锁定胜局了吧 在此之前的战斗中 德军指挥几乎没有犯错 成功避免了两线作战的窘境 将自己军队机动性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 可是如果德军此时就知道 直到战争结束 他们还会消灭一千多万苏联军队会作何感想 自豪还是绝望吧 在整个魏国战争中 苏联统计在策的军民损失达2000多万人 即使德军再精锐能够运用开挂般的战术 但他们却遇到了一个开挂的国家 耗尽了德意志的一切 至于苏联是如何开挂的 篇幅所限 下期继续 首先 有必要说一下苏德战争爆发的原因 都说苏德战争耗尽了德国的鲜血 那么德国高层为什么还要走上入侵苏联这条不归路呢 纳粹党上台对德意志人民做出过很多许诺 包括优越的生活条件以及广阔的生存空间 一系列齐齐行动让综合国力本不占优势的德国 在西欧和北非打出了匪夷所思的战果 这主要是因为德国先进的战术能在敌人战争机器运转起来之前就将其打垮 不过进攻一旦被阻挡或者进展不顺利就会出现危险的局面 而英吉利在德军之前的进攻中幸存下来且保有了相当的实力 依托海峡天前以及帝国海军得以喘息 德国陆军的进攻当时无人能挡 但是遇到跨海作战 底子薄的劣势显露无疑 海军无力支持跨海作战 专精于空地协同的帝国空军由于受到航冲空中的限制 无力仅用空袭打卡不列颠 英国的存在就是德国最大的隐患 这一点德国高层心知肚明 所以资源丰富的苏联成为德国扩充实力的理想选择 丰富的古物石油牧场人力木材矿产还有空间 都是德意志壮大国家实力的关键 还有我在上期提到的苏联战前各种糟糕的表现 成功的将自己营造成一副肥肉的形象 德国之所以在没有搞定英国的情况下就发动对苏战争 就在于企图占有更多的资源来威慑英国 迫使其做出屈服性外交政策 德军就可以和平进驻英伦三岛 从而稳住整个欧洲 想象一下缺少了英国这个着力点 蠢蠢欲动的美国也无力向欧陆投放力量 接下来冷战的双方就换成了美利坚与德意志 嘿 醒醒 要为白日梦战斗了 苏德战争初期 一望无际的东欧大平原胜 德国机械化部队在空军配合 以及各兵主协同下展开风驰电车般的进攻 如一刀刀尖锐的触手刺破苏联庞大的前线阵地 分割包围并迅速消化 开局三个月 苏联战前部署在西部战区的268万红军 以及机械化力量几乎损失殆尽 突破后的一段时间 德军如入无人之境 不过德军巴巴罗萨计划是四个月结束苏德战争 对自己战术的自信 以及有限的国力 让德军只做了四个月的战略部署 基辅战役让德军有了充足的军粮准备 可是维持战争机器运转的工业资源依然还在前方 而德军也逐渐认识到了苏联的广阔 士兵们走过几百公里的平原却没有任何人烟 落后的苏联脚岸没有公路 全是土路或者根本没有路 德军同时斯大林实施了兼臂青野的政策 尽可能撤掉人口并烧毁一切 不给敌人留下任何可用的东西 这就使得德军的一切物资都需要后方补给 越走越远 没有尽头的东欧平原也让补给线越拉越长 其实战役之初 苏联前线也出现了补给跟不上的情况 但随着战线东一补给问题双方互换 这时在经历了明斯克与基辅等失败战役的磨练 以及苏联高层长达三个月的愣神之后 苏军已不再是懵逼状态 这时就不得不说一下斯莫朗斯克战役 上一期只是提了一下这场战役消灭了相当数量的苏军 也是德军踹开莫斯克门户的战役 虽然德军依然取得了胜利 但也是逐渐清醒的苏联红军第一次重创德军 自己的部队不再是坚守阵地 而是和德军一样积极地运动起来 战役期间还有苏联兵团运动一度收复失去城市的现象 因为装甲部队已经甩开步兵太远 先前的装甲机部以及步号兵环组合衔接出现问题 对占领区的控制能力下降 同时各个战线出现了强大选 更具机动能力的T34坦克以及怪兽般的KV1 卡丘莎恐怖的尖叫声 也让进攻的德军有了走向地狱的感觉 这些装备都是德军情报部门从未发现过的新式武器 使得德国装甲部队已不再是碾压之势 强大的德军虽然取得最终的胜利 但已不是初期那样的完胜 先头部队遭到出乎意料的打击 为了填补此次战役中中央集团军的兵援损失 德国动用了几乎半数预备力量 谨慎的行动员速度慢了很多 而且这场战役从7月打到9月才结束 完全超出计划 可以说正是这场战役改变了速德战争的战争形势 出其不意的进攻模式已经无法实施 前线士兵顽强强的抵抗和牺牲消去了德军的锋芒 苏联终于有了反应时间去做全国动员 巴巴罗萨速胜计划已经被动摇 接下来入秋 9月的秋雨洗去了尘土的烦扰 却又带来了泥泞的折磨 这对没有公路可走的机械化部队来说 简直就是噩梦 坦克车辆人马都被粘在地上 德国前锋曾经能日行30公里 但在这种前后下只能前行7公里左右 可是这一切还没有超出德军计划的底线 毕竟他们认为苏军主力已经消失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走完这些难走的路 但是德国把苏联想简单了 之前苏联的大清洗运动帮了德军大忙 在这场运动中消失的68.2万人 大部分是军队将领 彻底打乱了苏军的指挥体系 这也是战争之初苏军一窥千里的原因之一 听到这样的历史 人们普遍会认为这是独裁者的丑恶行径 为了权力而采取的残酷手段 且害人中害己 但是换一个角度去思考 权力的集中在国家危机时刻就真的是坏事吗 苏联上层的意志在权力集中之后 几乎可以毫无折扣地深入到社会的方方面面 从少道下绝对的服从带来的就是 国家思想的高度一致以及强大的凝聚力 军阵合一思想统一再加上强大的外敌入侵 使得整个苏联空前绝后的团结在斯大林的领导之下 宣传机器的启动让国家民族意识觉醒 同时战前完成了工业化改造的苏联拥有了完整的工业体系 这就使得苏联爆发出了极其恐怖的兵力动员能力 常常有人说苏联的胜利是人堆出来的 但是能将不计其数的人不断地往前堆 何尝不是另一种强大的体现 所以大清洗运动虽然是一次浩劫 但是这场运动使得整个军队能够真正做到 不怕牺牲绝不后退和大无畏精神 这些东西如果不只是宣传口号 而是切实的行动的话 那就是最强悍的战斗力 之后从莫斯科战役开始下达的227决议 即后退的士兵可以由政委直接当场处决 这样的决议能够得到彻底的贯彻 绝对保证了军队的战斗力 保证炮灰也能发挥炮灰该有的价值 所以我一直认为社会上各种精神和信念形成 并不是一个民族与生俱来的特质 而是环境压力和政治技巧共同作用的结果 明斯科战役以巴弗洛夫为首的一批苏联统帅 以指挥失利和叛国罪名被军事法庭处决 即使巴弗洛夫及时的后撤 使得相当数量的苏军逃出了包围圈 但处决依旧执行 这是否间接促成了斯莫朗斯克战役苏军的应有顽强 也可以思考一番 其实如果没有高度集中的思想 即使军队将领有高超的指挥技巧 面对强大的德军 感觉没有胜利希望时会不会倒戈成为伪军也是未知数 先前法国在遭受一次通缉就丧失了战斗意志 因为法国大多数国民本身就不想打仗 不包括后来的各种抵抗组织 法国主流思想就是与其战斗到此家园被毁 不如做一个顺名 是谁统治其实也无所谓 这何尝不是法国高层在政治工作上的失败 所以才让法国仍拥有过半军队 且还有殖民地的情况下迅速宣布投降 而苏联在这一点上完全不同 战斗意志由高层输出 深测嵌入社会的所有角落 极权独裁的优势在会上士气得到充分的发挥 也让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暴力冲突得以继续 斯莫勒斯科的抵抗让苏联高层有时间再次部署军队 重新集结了用于保卫莫斯科的三个方面军达到125万人 1941年10月2日莫斯科战役正式打响 180万德军以三个装甲集团军为先锋 再次应用前行攻势在维亚继马和布良斯科包围苏军六个军 这就让本来主要保卫莫斯科的防线失去作用 但是与先前情况不同的是 包围圈内的苏军并没有放弃抵抗 而是成为敌后游击队一般的存在 与德军继续斗争 这就使得本该进攻莫斯科的28个师被迫掉头回来攻打包围圈 同时包围圈内的苏军拼死突围出相当比例的士兵 从各个方向打击前进中的德军 这些看似已经彻底失败的部队反而成功牵制了德军的进攻 为诸可夫的后方动员工作以及重建防线赢得宝贵的时间 但是战役抽起德军的包围圈依然消灭了大约60万苏联红军 这两个包围圈的歼灭战也让保卫莫斯科的苏军减远40% 不过此时莫斯科已经被完全动员了起来 所有市民无论妇女儿童都参与到了防线的构筑工作中 全国各地军校的学生被成批送上战场 硬针或强针的士领人员也开始了一般围席两周的军事训练 雄厚的兵员让诸可夫在不断送出炮灰部队袭扰突然德军前进的同时 还能腾出人员在后方修筑新的防线并设置反坦克武器进行埋伏 经常有德国机械化力量在行径中突然被伏击掐头去尾动弹不得 然后被整团歼灭 与此同时英美给苏联援助了大量工业原材料 大约占4亿年苏联产能的30% 还有更多现成的武器装备 苏联的英勇抵抗让西方放下了意识形态的隔阂与苏联站到了一起 战争意识几乎被彻底摧毁的苏联空军 现在已经恢复了25%的战力 开始袭击德军 整列整列满载T34的火车也开始不断奔赴前线 工厂里民众没日没夜加紧生产 不少廉价劳动力累死在岗位上 为红色帝国燃尽了自己 莫斯科郊外的战线逐渐稳住 祝本夫甚至有余力组织了几次反攻 虽然失败但也重创了德军 到了10月底 莫斯科外围所有预设防线被德军攻破 但德军已精疲力尽 由于大量部队尤其是机动力量的损失 中央集团军权的战力不到原前的40% 补给困难使战力恢复成为奢望 而苏联在莫斯科市区外围再次建立了防线 11月7日斯大林在红场检阅了他的部队 振奋人心的阅兵告诉全世界红军还在继续战斗 斯大林本人也还坚守在莫斯科 不防之一 新集结的10万兵力在斯大林的命令下继续向德军发动反冲锋 这样的反攻是在大批坦克和飞机的支援下展开的 痛击德军 可是德军人有94万兵力和1500辆坦克在进攻莫斯科 这样的苏军反攻部队很快被消化 此时苏联用于防御的含有50万军人和890辆坦克 但是莫斯科所有妇女孩子挖去了城市里300万立方米的泥土 使得苏军拥有了相当有力的防御位置 地雷路障密密麻麻地散布在城市外围 11月15日寒霜降临大地封冬 摆脱凝硬的德军向莫斯科的进攻速度也得以加快 但紧接着温度急剧下降 寒冷带来的疾病开始在军中肆虐 原本身形矫健气势如虹的德军士兵现在已经疲惫不堪 非战斗检员严重 4亿年的严冬非常可怕 最低温度降至零下40度 平均温度也在零下20度左右 而德军原计划三至四个月结束苏德战争 没有冬季作战的准备 德军因冻伤直接减原13万 天气虽然给苏联也带来很大的影响 但是主场作战的苏联人民抵御严冬的能力显然强于德军 防寒服专业很多 机械化部队都有防冻油维护各种武器 而德军冻住的坦克和车辆只能找燃料用火烤几个小时才能开动 同时苏军利用纵深到天边的防御攻势缓慢后撤并不断阻击德军 德军每天只能前进5至10公里 直到12月5日 古德里安的部队距离克里姆林宫不到35公里 可是他却下令停止进攻 因为这35公里仍是铁桶一样密密麻麻的防御攻势 看到身边奄奄一息的士兵 他认为攻克莫斯克已经不可能 继续进攻将全军覆没 但德军的停止进攻在军官的意图上只是暂时原地修整 等待补给和援军 因为他们认为苏军在这样的打击下也所剩无几 不可能发动反攻 所以想原地等待还在波兰转运的冬季作战物资 但意料之外的是 苏联高层得到谍报 确定日本无意攻打远东之后 驻守远东的西伯利亚军团早已开始长途跋涉掉回西线 这些在西伯利亚积雪中常年训练以战斗的士兵 冬季作战经验丰富 装备精良 很多本来就是猎人出身 这一次他们的猎杀对象换成了德国士兵 在德军攻势停止之后当天 即12月5日 在莫斯科外围新集结起来的110万部队 从德军两侧发动了排山倒海的进攻 熟练应用前行攻势的德军 也教会了他的敌人如何展开进攻 重点进攻地区的兵力都是德军的两倍 德军迅速退败 希特勒批准的有限度的撤退被前线军官执行成了无底线的逃离 与元首一番争论后 以古德里安为首的前线指挥官大步被撤职 最终由于德军成功建立防线导致苏军伤亡激增 苏联在反攻中损失37万人后 于1942年1月7日停止进攻 德军被逼推100至250公里 莫斯科战役德军损失近40万人 苏联付出了168万人的代价保住了首都 苏德战争僵持阶段开始 巴巴罗萨计划彻底失败 个人认为无法做到初期速胜的德军 此时已经大势已去 苏联进入全面战争状态 同时特定物资短板也可以被英美及时补充 莫斯科战役的胜利给全国人民带来胜利的信心 战争机器全面开动起来以后 生产利益不可同日而语 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在开战之初略低于德国 但是那时苏联国内革命刚刚稳定下来 经济恢复没多久就成为继美国德国之后的第三大经济体 此时在政府的动员下 大量免费劳动力涌入工厂 战争的刺激使产能随即呈现爆发式增长 同时由于体制原因 1.94亿人口中 适令人员可以被全部动员起来 消除阶级之后 一切力量均可以被利用 而德国七千万人口因为元首的许诺 以及人种高低层次的划分 可动员的人数非常有限 还要把相当比例的军队运营 由北非和占领国驻军 所以无法向东线继续输送兵力 且战略资源不足 充足的话也不会入侵苏联 这就是为什么德军感觉 他们能将苏军整尸整军的消灭 但马上又会遇到全副武装 同样数量的苏军永远打不完 接下来1942年7月爆发的 斯大林格勒战役 也是德国急于夺取苏联的油田 和工业产能的举措 剧情基本一致 初期德军几乎完全占领了 这座福尔加河上的工业城市 仅剩下个别河流上的渡口还在顽抗 可是苏军就利用这几个渡口 将士兵源源不断的送入城市西安 竹房竹节永不停歇的战斗 让这座城市成为一个灼烧的熔炉 双方不断涌入的士兵很快融化于其中 统计显示 斯大林格勒战役 苏军士兵进入战场后的 平均存活时间不到9分钟 能坚持三天就是团者 但即使是这样 在向城市源源不断的输入士兵死科德军的同时 朱可夫还能在东岸集结起三个集团军 对城市展开前行攻势 一举吃掉斯大林格勒城市内的所有德军 84万德军和113万苏军 在这场战役中从战斗序列中消失 1943年7月库尔斯克会战 德军南北两路装甲集军再次展开前行攻势 可是防守的苏军已经比进攻的德军实力更强 德国部族3000辆坦克面对的是苏联5000辆坦克的反扑 虽然德军几乎无敌的喵戏坦克开始出现 但这也是德军走向装甲消耗战的标志 轻银迅捷的突破再也无法实现 火力过剩的苏军在两军还未接触时 就向进攻的德军展开火力反准备 战役之初就打乱了德军的进攻阵型 接下来苏军在更广阔空间上的迂回绕后 让这只钳子险些被反包围 德军再次失败 从此德军再也无力发动进攻 进入1944年 苏军已有近2000万人 升级多次的T34越长辆达到1200辆 自走炮坦克兼机车 还有重型的KVIS坦克更是不计其数 史诗般的白俄罗斯战役 即以巴巴罗萨对应的巴格拉激昂行动 直接吃掉了德军的中央集团军群 德国东线全线溃败 接下来就是无望的抵抗 直至第三帝国覆灭 苏联红军最终站在了德国国会大厦的楼顶 历史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 而是灰色的 斯大林利用专制团结了整个苏联保卫了国家 却让自己的家园被毁 2700万人失去生命 法国面对纳粹的进攻虽然很快放弃了抵抗 却让自己的人民 自己的城市大不得以保全 纳粹德国让整个欧洲燃烧 已让第三帝国毁灭 但已让德国得以涅槃重生 在战后可以以正常国家的身份发展自己 直至当前成为欧洲经济的领头羊 放眼更长远的历史 康乾盛世造就了中华大帝的繁荣 但也为了安享盛世所以闭关锁国 对黑奴的剥削实现了美国经济崛起的原始积累 却也造成了南北的贸易矛盾 以及由此带来的空前后劫 拿破仑战争席卷欧洲 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 却以拿破仑法典的形式注入 每一个欧洲人的思想当中 从根本上撼动了封建宗法的统治 凯撒将罗马从共和国变成帝国 将土地分配给罗马的公民 却让罗马陷入残酷的内战 亚历山大希望建立一个横跨欧亚 民族平等的大希腊化时代 却亲自摧毁了迪比斯等千古之城 历史上每一个希望建立统一安定帝国的王者 也都造成了生灵涂炭 一个人的死是一个悲剧 千千万万人的死 那只是一个统计数字 再看全人类 人类的贪婪和侵略本性 让地球物中雪崩般下降 但人类也创造了艺术 知识和天地间的爱 用心去看待历史 无论是过去的还是正在发生的 认真的去了解事情的全貌 学会客观看待 学会自主思考 我们就能看清事情背后的根源 收获独立的认知 从而构建属于自己的认知体系 以历史和知识为基础 体会思考的乐趣 也许仅仅是这些乐趣 就能改变世界